这一期要来跟你介绍 东大榜首的20个读书方法 第一个 丢弃已记得的书 什么意思呢 你先将参考书呢 参考书都很厚嘛 你把它拆 拆解 拆了一拆 可能每10页20页为一份 你有空的时候就读它 不管在任何零碎的时间 坐车啊 等人啊 等车 吃饭等等 你就读它 读的过程中呢 只要你能够理解里面的内容 完全能够理解这一份资料就丢掉 因为你知道丢掉 你就会很认真的去阅读它 只要读过确定已记得的书 就扔掉 第二招 边走边大声的朗读 什么意思 你在读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读完了 第一次的时候 你要用大声的把它读出来 这边很重要啊 不要小小声的 要大声的读出来 读完之后呢 你要闭着眼睛 能够把刚刚你所读的内容 把它讲出来 再来呢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不可以坐在桌子前啊 你要站起来去走一走 边走的过程中 边去回想你刚读的内容 如果你边走动 边把它读出来 并且闭着眼睛都可以读出来 然后再运用你的手啊 你就可以全身上下都运用到记忆里面去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回想出相关的内容的话 就代表你这一个方法成功了 第三招 使用红色透明塑胶板 什么意思 首先你要先建构 或许你是黄色塑胶板 或者你是蓝色塑胶板 但不管如何 你必须要先用其中一种颜色的笔当作你最重要重点的核心 也就是你所有的参考书或笔记本 你要用单一个颜色标注为最重要的颜色的笔记 例如就是用红色 当你用红色标注最重要的笔记把它都写完的时候 当你在复写的时候就用红色塑胶板把它盖上 盖上你红色字你就看不到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把你的重点复述出来 再移开塑胶板去做一个确认 第四招标记三种不同的颜色来确认你读了几次 例如说第一次你可能用的是铅笔 第二次你可能用的是蓝笔 第三次你可能用的是黄笔或红笔 标注三次以后的颜色代表这一份资料 你已经读熟了 也读了三次了 读了三次之后 你就可以区分这个地方是空白 或者是哪一种颜色 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地方你总共读了几次 第五招 这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说这一招特别有用 就是呢 不管你是在书的封面或笔记本的封面 或者是打开的第一面 做上一个索引目录 也就是把所有的重点标记在显眼的地方 标记重点提示 也就是这一本笔记本 你好像做了一个像影片的重点提要一样 把重点都标在上面 标在封面 标在内页的封套的第一页 像一个索引目录 或者是像是一个重点提示 第六个一问一答 你制作一个一问一答的一个笔记本 透过一问一答 去厘清自己到底是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记住 第七点 制作弱点笔记 考前冲刺就用这一份 也就是你考试当天 这一颗考前的 例如说20分钟30分钟看的那一本笔记 你就是只要把你最不会的 把它收集在一起 你可以用剪贴的 你也可以用条列的 越简单越好 就当作是考前的弱点总复习 第八个 第八个是针对有些老师讲课特别的快 你就可以用一个对话框 例如说你写上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在旁边画一个对话框 将他重点试机写在里面 就好像他在跟你讲话说 他有这么多重要的试机 第九个 利用箭头 在一些复杂的体系的 例如说年代表 或者一些复杂的人物关系的时候 利用箭头能够将不同复杂的体系呢 能够做一个连结 其实这在我们技艺术也常常在运用这个箭头的概念 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很自然的跟着箭头来移动 人有这种自然移动视野 移动人的方向的一个特质 所以运用箭头能够将复杂的体系简化 能够用箭头来厘清这些复杂的庞大的体系 第十招 先阅读目录跟索引 我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看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目录跟索引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一下作者的话前沿 我们可以很概括的马上理解 这整本书的一个概要 会帮助你先形成一个架构 再开始去读你这本书的每一个内容 可以让你的大脑能够有一个延续 刚要性 能够读通 能够更了解整本书的内容 第十一 缩小范围阅读 如果今天时间在非常有限的状态下 你与其要大范围的读过这些东西 反而这样没有办法记住 你反而一块一块的把它读起来 小范围的去学习 反复的复习 可能第一遍我只求先读过去 再来再反复的不断的读 我就会越来越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这跟速读的概念很像 我先快快读一遍 会比你花很长的时间全部读过一遍 那其实都忘得差不多了 第十二招 不懂得先保留 不懂得先保留 这可以轻松来挑战高难度的内容 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每次遇到一个不懂的地方 就要开始翻字典 翻法典 翻翻阅啊 Google啊 这个其实蛮花时间的 不如你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懂的地方 你就先保留 累积到一个量的时候 再去问老师 问同学 查资料等等 第十三点 一秒钟记住一个单字 活用零碎的时间 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 一秒钟真的可以记着一个单字 而是说 哪怕是一秒钟这么小的刻度 你都不要浪费 哪怕你只记一个单字 都可以活用这些零碎的时间 第十四招 以格子来规划你一天的行动 每一个小时 你就用两行 两个格子的空间 来记录你这段时间 你规划要做什么 如果这些时间 不是你能够读书的 是你无法运用的时间 就把它画写线 那其他你可以规划的时间 你就把它写上去 然后再看实际执行的效果 这种以颗粒化的一个执行方式 能够更有效的去规划出 你读书的实际的运用的状况 第五个 上午七点到十二点 是重点时间 也就是把你每天读书的时间的重心 放在七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 你看如果每一天读八个小时 早上七点到十二点 你已经读了五个小时 其实是相当的长了 这时候就可以减轻你下午的一个 读书的负担 将你所有的精神放在早上为重要的一个目标 第十六招 设定一个小时的预备时间 什么意思 我们的读书这个规划的时间 其实常规划赶不上变化 那怎么办呢 他说是这样子 我每次规划读一个科目 我规划的时间是三小时 前面两小时就是我主力要读的时间 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预备 如果说我前面两个小时 读得好读得晚 后面这一个小时就可以拿来休息 如果读不完 我就后面这个小时 就拿来填补我的前面所读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 第十七招 吃口香糖 吃口香糖意思不是说 你每次只要想睡觉就吃口香糖 而是你要变换不同的提神方式 例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想睡觉啊 提升精神也是吃口香糖 然后到了下一个阶段 你又更想睡了 那怎么办 可能开始弹奏乐器啊 或者是你做不同的事情 去提升你的精神 第十八招 读书呢 你把它当成一个苦差事的话 你就会很难坚持下去 不如把它像是在读一个故事来看 例如说我们念到一些 很尖色的历史的故事 我们就进一步呢 去查阅它相关的史料 相关的内容 来对这个内容呢 更有这个兴趣 很多男生 尤其像我都很迷这个三国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三国 相关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容易 很理解它里面的内容 因为我们都自己 花了很多时间 去了解三国的内容 第十九招 用不同的笔记本 来念不同的书 例如有些笔记本特别的厚 你就用封面用红色 先用黄色 先用蓝色 不同的笔记本 可能有不同的字宽 它可能是方格的 有些是横线 有些是宽调等等 用不同的笔记本 去区分不同的科目 可以帮助你阅读的时候的一个新鲜感 第二十招 最后一招 寻求关键的人物 彼此支持 一起加油 我们常常会把战友当作是我们的对手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去找 这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把他们当成是你的队友 大家一起去考进好的学校 大家一起上榜 而不是说 他如果落榜了 我就少一个对手 这样想 非常的狭隘 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找到熟悉你的人 了解你的人 在关键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去理解你 倾听你 我们就会让你加入 如果你们考虑